影像是反的 開始了 好 大家午安 還沒開始 我覺得還沒有看 真的嗎 有有有 好 開始 好 大家午安 我們這邊是群島資料庫的傳送門計劃 第二場的見面會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點 是在台東縣的成功鎮 馬老肉部落近郊的一個 有好意自己蓋的一個家屋 然後的現場 我是靖吟 這位是好意 在我們今天的見面會的現場 其實還有其他的工作的朋友 我想說先跟各位觀眾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待會可能大家會不定時的發出一些聲音 避免有一種話外音的感覺 對 就是先讓大家稍微的跟 所有就是現場直播的朋友打個招呼 對 那這個是首先先請我們的數位黃議員的主持人 對 這樣看得到嗎 對 這個是 我是Reiki 對 羽蛙 我是Reiki 對 這個傳送門計劃也是羽蛙所規劃的這樣子 對 然後以及就是打開當代的三位成員 那包含就是補薩 對 也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對 也不要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 對 以及世東 對 羅世東 然後還有佳任 對 因為佳任是紫南風 對 一風跟大家見面 對 然後還有就是 智哈克的空間的兩位夥伴 對 是 一位是澤茂 對 對 又熟了 你不能太近 這樣他們看了會看不清楚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是佩金 對 對 對 就是我們今天就是 以這樣的一個就是 夥伴們一起在這邊的方法 然後就是來馬老肉家屋這邊 就是跟好意進行一個訪談 對 然後我想開始之前還是先跟各位 就是稍微簡單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次的活動的 來龍去脈 對 主要其實是 數個月前 就是余瓦他其實有 就是邀請我在台北組織一場 就是論壇跟小小的座談 那 當時他詢問我說 有沒有想要合作的藝術家或是策展人 或是一些實踐者的名單 對 那 那我當時第一個想到的其實就是 好意 真好意 對 那主要是因為其實去年 在家務的這後面其實跟好意有一場很簡短的訪談 那時候是11月的就是午後這樣子 那整個感覺真的太舒服了 對 就是我們我們雖然說訪談的時間很短 可是那個整個氛圍就是在我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對 就是各位觀眾可能看不到 但是事實上這個家務後面 它其實背向的是這個山 這個山是叫做 就是馬老洛山 馬老洛山 對對 我們前面 對 就很可惜沒有辦法呈現給各位觀眾 前面其實就是太平洋 對 所以整個家務它其實就是 就是這樣子背山面海的一個狀態 對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因為我個人的就是研究的興趣這樣子 因為我是從2005年開始進行當代人住民主家的一個訪談 對 然後從過去的一個訪談的經驗裡面 其實會發現到就是 就是原住民藝術家他們除了是 除了在就是展演空間裡面 可能有一些就是屬於比較原民的一些詮釋 或者說比較文化詮釋的這樣子的一種藝術生產之外 事實上我覺得每一位原住民藝術家 他回到部落的時候 他其實本身都是處在一種 就是必須要重新的面對這整個部落裡面的 內部的複雜的條件 對 然後這個複雜條件裡面其實包含很多就是譬如說 這兩三年其實當代原住民藝術 逐漸的浮上檯面 而且在蠻多的比較當代的場域裡面被看見 對 但是事實上這個背後的這些脈絡 從兩千年開始 原住民藝術家陸陸續續回到部落 開始進行自己的工作室的搭建 然後藝術作品的生產之後 其實這個問題就是不斷的誕生 對 然後也不斷的持續到現在 對 那我覺得好意的狀態其實蠻特殊的 對 因為對我來說我覺得好意他在回到部落之後 他其實反而不是先直接做藝術的生產 對 他其實並沒有直接的在藝術空間裡面 以作品的方法現身 或者說直接的以策展的方法現身 他其實是回到部落生活了一段時間 然後並且他是從傳統的一個工藝 就是藤遍的工藝開始學習 然後銜接了很多以前的長輩的一些記憶 對 不管是手的記憶也好 對 然後他其實是從這樣的銜接開始 然後慢慢的讓他的身體有一個質變的過程 對 因為我之前有聽他的分享就是 據說他的腳其實在這兩三年的一個時間的經驗裡面 其實膠質 我也是啦 以前是彈鋼琴的時候 以前是彈鋼琴的時候 對 但是現在就是突然就是手跟腳都變得比較厚實 而且膠質有張開這樣 對 腳又在長大 對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身體本身他回到以後 好一他為自己創造了一條 回到這個部落的一種方法跟路徑 對 那我覺得這個路徑本身是 就是值得再被展開談論這樣子 對 然後 所以我想一開始在進入到我們今天的這整個見面會的主角 以及這個更大的主角 家屋之前 我想還是先請豪衣就是先跟我們介紹一下就是 因為豪衣自己本身是悲男跟阿美的身份 對 然後其實在兒時的時候 然後是有這兩種族群的一個認同上的選擇 對 我想說也許我們先從這個部分來開始 好 這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豪衣 我是豪衣 那我來自 我爸爸來自台東的Biu Ma 南網部落 我媽媽是來自這邊馬老豆部落 那就誕生我這個小孩子 那我今天你們在這個現場就是 我和這些青年 我們的Pro青年 還有很多的朋友幫忙 所蓋成的一間家屋 對 然後我們 我的成長歷程其實蠻 蠻多掙扎跟矛盾的 那我其實是 小時候是受打鼓飯的教育的 打鼓飯是什麼意思 打鼓飯就是我們的少年會所 哦 所以少年會所那個教育也受過 那後來因為家庭的緣故 就離開了部落 再回到部落我已經是30歲了 那回到的是我媽媽這邊的部落 那這邊是阿美族部落 那我一直以來都30幾年 我都對阿美族沒有任何的理解 就是不了解自己的這個文化 來到部落的時候其實我是回來教書 2011年嗎 對 2011年我來到回來部落教書 那其實都是在學校工作 生活也都是在學校 因為沒有花很多時間去太多的理解部落 那慢慢就覺得好像應該要把一些部落的課程帶到學校裡面 所以我就邊做邊學 然後也把我學的東西交給小朋友 對 那就好像我是一個學生 就帶著更小的孩子一起去學習 那那個狀態就是我開始進入這個阿美族文化的一個開段 對 其實是很片面的 那因為很多東西就是 就短短的10分鐘5分鐘這樣的時間去理解 那我就試著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的基督教的宗教的文化 對 有一些 比較在傳統事物上的東西就基本上也找不太到 或者是避而不談 那這個部分我就沒有去 我就選擇去繞過 就至少可以從工藝下手 或是野菜的認識 那就慢慢的去認識這些東西 然後我其實回來第一件事情 回來學校 對 到學校教出第一件事情就是蓋家屋 那時候就有蓋家屋 對 那個學校剛好學校有一個校本課程 對 那我剛從菲律賓回來 哦 住村嗎 不是 我去當兵 哦 你在菲律賓當兵 我當替代儀 對對對 那我在那邊回來之後就是蓋家屋 那我對家屋就是完全不理解 就看著老人家這樣 都弄西弄就把房子蓋起來 我就覺得 哇 太厲害了吧 一下子就蓋好了 那個時候其實我們都有參與 一部分的建築的過程 但是我就覺得 好像還有很多我們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我就開始去學習一些 認識一些更多的植物 嗯 我其實最早是做月桃編製的 那有沒有人教我 我就自己去摸 我就學會了 嗯 後來偶然的機會下 我就開始去學藤編 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知道藤編的這個重要性 我就覺得哇這個籃子很酷 我想要背一個這樣 然後我就去學藤編 然後回來之後 有一次我在開往台東的路上 我看到路邊有一個阿公 那個阿公我認識 嗯 對這個阿公呢 他以前是跑船的 對 那他就在路邊削騰 我就緊急剎車就回轉 就說阿公你在削騰喔 他說對啊你要學嗎 然後他就把刀子給我就在那邊削 嗯 那時候我不再會削 對 然後他就給我一把一把疼 他處理好了 鋪好了 就是你回去練習這樣 嗯 你再來找我呢 我就很認真 我那個時候其實有點笨啦 就是 我也沒有想說我有工作 反正我就是 就是花一個禮拜時間把那一百條這樣削完 削完 對就是也沒有什麼睡覺 每天下班就是 開始在處理疼這樣 然後每個禮拜就去找他 然後後來才知道 欸這個阿公的師父就是我的外公 喔阿公的師父是你外公 對就是我的外公 對 因為我們家有非常多的這個藤蘭 是 對 然後才知道喔 那個阿公在講的時候 你的阿公以前 我都會去找他 去跟他那個練習這樣 對 所以我就覺得 欸是不是有冥冥中有什麼安排 嗯 那再來就是我要開始採藤嘛 對 有一次我就找不到藤 我也不知道藤長怎麼樣 阿公就說你去採這樣 因為阿公已經90歲了那個時候 他現在96歲了 然後就說你去採 我大概知道長什麼樣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反正我就是 每天4點下班我就往山上跑 對 去找 然後找然後就砍回來給他 他就說喔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 然後我就回去重新採 是不是採什麼東西回去會發現不行 會採到什麼 會採到不是不一樣的藤阿 喔就是藤的種類 或者是 不是要這個部分 這個藤我不是要這個帶刺的部分 喔是要其他的部位 對要其他部位 然後他就會說 這個不能用 你再去再去採 嗯 我就是透過這樣一直來來回回 他所有的三年經驗 其實沒有老人家帶我 是他的 沒錯 是的 感谢观看 对而且因为那个可能那种路又不是像我们爬山路道路都有标示啊什么之类的 是谁 有一个 下面的那个Gaga 哦好 在这边对因为在交互这边其实周边还是有其他的Gaga的农地 所以所以 很多朋友有时候会冒出来 对对等下直播过程应该会对 然后咱们就这样进去了 然后每天都每次路山都很紧张 然后也会受伤 对 那就是这样慢慢的把这个身体的感觉让习惯在森林里面 下海也是一样 是 下海那个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很惧疲 对 那就慢慢习惯后来就觉得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 因为你一直以来都会觉得说一个人会很恐怖这样 对 那确实很多危险性 要注意的 那也是慢慢这样子就把自己的经验累积出来 对 有些状况我就会比较清楚 对 因为其实事实上好艺 等于说好艺在回到部落 而且开始这个藤边的学习 或是以藤 以藤边的学习为主体 然后整个接触到就是藤的原型的生长环境 对 然后也在这个过程中累积各种对于职务的相关的知识 之前 其实好艺主要的生活是在 等于说是比较一个学校里的状态 对 对 而且因为就是好艺 之前在台北的时候也学习的是比较是 跟当代艺术比较有关的一些策展 对 或者是一些比较实验性的空间的计划 对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策划了 活蛋药跟乒乓空间 对 嗯 对 所以等于说 这个 等于说 等于说回来部落之后 其实是蛮有意识的 要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转化 嗯 其实就是一种自觉吧 就觉得 尤其进学校有时候觉得 好像对的人生只是一个工作 后来想想 就我刚刚说的 我也是一个学生 然后我再带一批学生 嗯 就是这样互相学习的状态 嗯 然后我又把策展 跟创作的观念带给学校 对 甚至打破学科的限制 对 打破班级年龄的限制 去改变学校的状态 嗯 这个都是一个回到部落的一个方式 只是我没有直接的 做所谓的田野调查 或是干嘛 我们也是很常去跟老人家去做聊天啊 对 还是走到部落里面上课啊 嗯 这个就慢慢让我觉得说 好像部落知识是一个非常大的 智慧的资料库 是 但是我们却没有花时间去理解它 嗯嗯嗯 对 包含说家长也是一样 有时候 我今天就碰过说 家长打电话来说 老师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作业 我叫他们去采业 变桃业 嗯 为什么要做这个作业 我就很生气 因为那个小朋友是 他们是阿美族 妈妈从桃园把他转回来 台东 对 他无力照顾 就丢给阿孔桃 我就说 如果你要学国音术的话 你就把孩子丢到桃园就好啦 你在这里就是我们就学阿美族的东西 有什么不好这样 嗯 然后他就认住了 他就说也是啦 那这个过程就让我觉得 慢慢就觉得说 好我自己的身体也是因为这样 那大人就觉得说你要好好读书 嗯 找个稳定的工作 这些传统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重要 不用学也没有关系 嗯嗯嗯 所以我就觉得慢慢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机会去 让自己改变也让整个教育环境改变 因为觉得教育是很重要 嗯嗯 嗯 大概就是 那很多啦很多这个历程的故事 包含说 重疼并怎么一直走到盖家屋 对啊对啊 这个就是一个这十年我也不知道 莫名其妙就走到这一步了 是是是是对 因为我记得当初听你开始要盖家屋的时候 是有一次我们在那个 就是那个有一次的万务议会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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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由南义跟高雄的跨议所 高斯大跨议所 对然后北义大的一些实生共同参与的万务议会 对然后那时候好一起就有在搜集谈了 对对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在搜集家屋的那时候就在搜集家屋的那时候 对那是2019年的年初 对对 所以等于说那个时候已经不只是起心动念 还开始各立搜集採标 我已经全台湾各地都在 我只要去哪里我就是先看 藤在哪里 反正我就是花一天的时间我就待在山上 嗯对然后我就 反正我有多少我就拿多少 因为我知道那个量非常的大 对啊根本不够啊 我真的采完就花八个月时间采完之后 远远不够 嗯嗯嗯 所以我又花了更 就找更多人来帮忙 嗯嗯嗯嗯 我们一起去 因为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少了 对 因为那个拉盆其实要很多人 要 要至少要两三个人这样才能 对 如果是它够粗的话 你一个人的话你一天顶多拉个三条 好 了不起 那个盆拉下来 是不是至少四五十公尺少 有很短的啊 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完成的 嗯嗯嗯 虽然我可以做这些所有的工作 但是我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么庞大的事情 太累了 对 然后当你找了更多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累又变成说 你要带领更多的人做这件事情 嗯嗯嗯 那就是另外一种 类的层次 嗯嗯嗯 我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再谈 一个部分再谈深一点 就是 当时怎么会想要从 因为藤毕竟是小的东西 嗯 就是做藤编啊 我觉得它物件多大概这么大 对 可是怎么会突然有这样子的一种很强的一种 意志跟实践的这种动能 是想要从藤 然后往这个家屋这样推进 我那个时候其实干了学藤编的时候 发生一件事情 嗯就是我 我妈妈是嫁到男网部落的 嗯 她去的时候带了一个嫁妆 是我阿公做的藤编的便当盒 对 啊我们家老家卖掉很久了 嗯嗯 至少有20年 那有一天我的表妹就打给我说 哎好姨你要不要来 因为老家的东西被清出来 因为那产权已经是别人 但是她就把里面的东西 正式的清出来 要不要看有没有什么东西 嗯 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 无意的就跟我提 我也没跟她说老家要清 她说你去找看看 有没有 请阿公 我带过去的那个便当 找看看有没有 我去找 然后那个是垃圾堆 嗯嗯嗯 我去找啊 真的找到了 找到那个当下我就 心里就是 白杆交集 我就觉得很重要这样 啊我又 同时又找到我爸爸的遗照 我阿嬷的遗照 我叔叔的遗照 嗯 就是他们过世的那个照片 对 然后 我就觉得好像应该把这个 藤学习起来 嗯嗯 嗯嗯 所以我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投入在 藤边的学习上 我也没有想很多 反正我就是一直去找老人家 嗯 我也不去找那个 比较快速便捷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 真正的那个 有那个智慧 有那个技术的 是在那个老人家身上 嗯嗯嗯 那每天就是 下班去找 不然就是 周末去找他们 那这个过程就慢慢 开始 他们就会告诉我一些 藤边之外的事情 他说哦 这个藤也可以盖房子啊 也可以坐船啊 那你就会想说 诶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盖房子了 这样 因为我其实会做一些木工嘛 嗯嗯嗯 我就觉得这个藤怎么盖房子这样 嗯 就开始问嘛 有时候有意无意 问一点 问一点 就觉得哎 我好像可以做了 因为我踩的量越来越大 嗯 然后那个 那个塑料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盖啊 然后我有一次就真的 详细的去问 那个老人家就说 对你就去踩多少 竹子多少 对 木头毛草 直接你备好就可以盖 感觉是一个可及的范围 对我就这样计算 我就说哦 大概我一年可以准备好 好 就 啊计保我也都会 嗯嗯 啊当前面有很多误打误撞的 然后就帮人家盖了工廟啊 嗯 包含说第一间的家屋啊 盖树屋啊 这些 就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难 嗯嗯 啊当然还有包含说 我们 我的外公是很会盖房子的人 对 啊我对那个以前 我妈妈他们的家屋是有点像 以前的那个旧的 对 已经拆掉了 对 他们住的那个老家屋是有点像 很大 很大一间 然后又加上 我们山民里还有好几间这种一百多年的家屋 嗯嗯嗯 就觉得都还有一种不来盖盖探那样 嗯嗯嗯对 就开始了这个 家屋 两年的这个工作 嗯对 等于说起心动念开始盖是可能2018年 对对对 然后真的完全盖好事 在2020年大概10月的时候 对10月 对 嗯 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这边 这边其实还有一些旧的 对 对 老的家屋 嗯 很老的家屋 以前那边其实家屋大部分 每一间都是家屋嘛 嗯 但是在560年代水泥铁皮进来之后 对 家屋就整个 它代表一种家庭经济变好的状态 所以家屋都一定要换铁皮换水泥 嗯嗯嗯嗯 尤其那时候跑洋嘛 那那个阿拉伯时代 那在去阿拉伯工作 哦 对 是哦 嗯 尤其阿美族部落 成功针又是大宗 跑洋 远洋的去阿拉伯盖桥啊 做工厂啊 哦 做路啊 他们一回来就可以盖房子 是 因为那个薪水很好嘛 对 一回来就可以帮家里盖房子 就代表 家里又 又进步了这样 嗯 所以大部分的家屋就在那个时期 就全部采除 对 那这些偶然留下来的 其实就是 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啦 嗯 有的就是家里很搬走 就留在那边 有的就是 不想拆掉 把那个楼房盖 盖在家屋上面 就是原本旧的家屋 然后都盖一个新的 对 把它包在里面 这种也有 嗯嗯 或者是 他们也不常住这里 他们家屋也就没有柴 这种 这种 房子其实蛮很多的 对 我就去 去考察一下 那个家屋的状况 嗯嗯嗯 实际上会盖那种家屋的人 已经没有 实际真的盖过的 已经没有 但是大部分老人家都有住过 嗯嗯嗯 对 所以等于说这个家屋里面的很多细节 对 也是透过询问 然后慢慢建构其他的一个 对对对 然后实地测量 然后 有些时候去其他部落去参考他们的方式 嗯嗯嗯 就把这间盖起来 嗯 那基本上大同小 啊我是觉得 嗯 盖房子其实技房都很简单 嗯 但是 中间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累 对 对 很累 然后 面对很多的危险 一个人在山上 对 然后也没有人跟你亲属 你总得过日子啊 是啊 这种状态 嗯嗯嗯 让我想先喝一杯啤酒 哈哈哈哈 对 其实我觉得 啤酒啊 啤酒啊 啤酒 你今天没有上班了 啊 啤酒 这边 这边 晚上等一下 晚上 晚上你要去哪里 晚上你要去哪里 没有 我要去退潮啊 怎么知道我要这个品牌 哦 对感觉你应该是很 金牌不行哦 哈哈 金牌容易醉 哦 对 因为我觉得 郝毅刚才其实有提到一个 蛮大的点 对 就是说 其实回来以后啊 回来部落以后 雖然说 就是我们 我们常听到父母这两个字 对 然后听起来就还蛮浪漫 就是回到部落生活 然后好像 各种记忆啊 然后或者说 呃 部落里的一些就是 关系 或者是 呃 比如说你对于这个这个文化的一些了解 好像马上就会 可以涌入你的身体 我其实觉得不是这样 对对对 因为有点像是说 就是明明可以去菜市场买餐 就是天使地利人格包含这块鱼 我妈妈刚刚好就在手里线过户给我 嗯 他有那么好 我的外公的这个徒弟就愿意教我 就是刚好都凑起来 我就果然就把它连在一起 觉得好像非做不可 嗯嗯 你也没有办法拒绝 那就来做吧 对 我觉得他在你的生命经验里面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水到取成的感觉 可是事实上你的现实条件 就是说放在环境里面来看的时候 他其实某种程度是一个逆流的状态 对对因为其实整个部落 比如说他的整个经济的条件 嗯对或是说他现在的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交往的方法 嗯对甚至部落里面的长辈也好 可能因为信仰的关系 嗯对再去看像这样子 你要做这个传统家屋的整个建造的时候 我相信其实他的 他遇到的一个阻力 嗯是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 我的个性本来就有点 我没在管 反正我要盖 你管我那么多 嗯对所以我就想说 先来盖看看 嗯嗯嗯就木头 木头先申请 对我就先申请 因为这个木头 这个这个梁柱其实是蛮大的 对这个梁柱其实是如果 如果直接上山砍法他是犯法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的林业法 其实就算你是自己的农地 对你要砍木头 其实你都要经过一定的那个法规的申请 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家屋的木头 是怎么来的 也是我去跟林务局谈 合作 然后推广国产材 国产材 对就是 我们台湾森林里面 有的木材 我们拿来使用 这样 嗯嗯嗯嗯 但是那个木头没有很好 嗯嗯嗯 但是我就 拼拼凑凑 就把这个房子的木头 就也有跟朋友买的一些 电线杆啊 不要的电线杆 以前的那个电线杆 以前的电线杆 然后又有又有老人家愿意来帮忙 嗯嗯嗯 然后又有人帮我煮饭 就是都刚刚好他们愿意来帮忙 嗯嗯嗯 所以这个事情就正式的就开始做 对我记得比较 废料当然是一段时间啦 对 可能是比较自己嘛 对或是几个朋友一起 对 可是事实上就是整个家屋在建造的时候 呃去年应该是六七月 嗯嗯 六七八月的时候 嗯 其实豪宇这边他是有发动一个 就是 米巴六的 对 对 米巴六是 什么意思 米巴六以前 那就是以前我们要盖房子要收割 嗯 大家会号召嘛 对 他就是他是换工啦 实际上是换工 我今天帮你你也能帮我这样 嗯嗯嗯 对就是互相帮忙 因为以前没有那么多机器嘛 对 啊 一个人的力量跟五个人的力量效率是差很多的 同样的时间效率差很多 嗯 所以一定要透过帮工的方式来让这个事情 顺利的完成 对 就是他的节奏也要去去掌握好 嗯嗯 拖的太久会很累 嗯嗯嗯 刚刚好是两三个月 再超过就不行 嗯嗯嗯 对 所以那个我就 让一些招募一些志工 他们有想学习的 我们就来 一起来 来认识 对 对 那我也把这个房子其实就是很像在做工程 但也是在盖家屋 这中间我就要去拿捏 因为有时候有进度的落后 我就要像好像一个建构一样 嗯嗯 我们动作加快一点这样 就 对 有盖家屋就很欢乐 大家互相帮忙 然后互相学习 对 吃饭 这个就是像盖家屋的状态 嗯嗯嗯嗯 他现在来看 我们还是有 那个进度的压力 所以就是还是要把它 赶快的做做完这样 嗯嗯嗯嗯嗯 所以就是 因为当时我刚好有 有稍微参与一下 那个七八月的一个限制 哦对 对对然后 我知道这个家屋 其实它主要的素材 其实是有 是有三大种 啊应该说是四大种 一种就是木头 对就是刚才从各地收集来的 这些不同的 对对 然后另外一种其实是竹子 对 对然后以及 就是主要是固定所有的结构用的 对对 然后以及毛草 嗯对 就等于说其他的这些材料 也是前期就准备好吗 还是说那段时间 其实陆陆续续续带了很多人 上山一起去收集这个材料 还有五节芒 哦还有五节芒 对对对 五节芒 实际上应该是五节芒 有很多 但是我们这边不加岭山那么多 对对对 对 我知道库把的那个都超厚 对啊 对我们没有那么多五节芒 这个就是我发现不够我就赶快可能工期就要调整 我们就要入山一趟 嗯嗯 或者是直接进去采 对 因为这个就要及早发现及早治疗 嗯嗯嗯 因为不够的话 因为它是要时间时间干嘛 对 就要赶快拿然后晒干 是 我都要在前期先想好 啊我每天都会写那个工作日志 嗯嗯嗯 每个进度 因为它有很多的进度要一起同时进行 对对 所以芒草大概割了几数啊 可以可以 芒草是我们买的 哦 因为 以前没有地方可以采野生的茅草 在这边比较比较难采 应该说种植的比较 它不像以前的自然环境 嗯嗯 因为大家都会去砍茅草 所以茅草长得很好 对 对 这个跟植物生长的那个方式有关 采集有助于这个植物生长 所以野生的茅草即便有它都很短 我们就不能用 所以还是 我很早就跟都立部落的妈妈他们订 嗯嗯嗯 一开始订200把 又再订200 又200 总共订了800把 哦 对我也不知道那个数量会一下子 因为 中间有发生一个事情就是 我们的那个部落的青年就说 啊既然要盖去盖大一点嘛 哦就是有扩增就对了 对有加大一点 没想到这个一加大就发现材料 不得了 材料完全不够 嗯嗯嗯 所以就 后面有很多天就 又跑去山上去采 嗯嗯 又去订 竹子也是啊原本采300只 对300只竹子 就在这个旁边而已 这个这个竹林 这是我阿姨的竹林 嗯 全部采完了 还是不够 又再去买300只 你看那个数量我也很难估 嗯嗯 对 就第一次嘛 啊后来我就 比较熟悉我就知道怎么去估算那个 量 量 对 嗯嗯嗯 这个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啦 对 对 对 因为刚才讲到那个米巴流那一块 我觉得就是 其实 应该是说过程中 虽然说有招募一些志工 对 或者是比较是一些外地想要来参与 或了解文化的朋友 嗯 但是其实我记得当时其实还是有个主要的工班 嗯 嗯 其实是你在这边的一个朋友群嘛 对 其实这个工班是大部分是我部落的青年啦 因为我们一起长大的嘛 对 我不是在这边长大的 嗯 所以我的工班大部分都是南网部落的 哦 从北南那边过来 后来我们就慢慢有一些在地的青年 就有来看 对 就来帮忙啊 来看看学习啊 他们就有来 后来也就变成是我们的 班底 嗯 我觉得这样蛮好的 只要有盖传统房子的机会 我就会找他们 对 像上个礼拜 我们就又去绿岛盖房子 哦 对对 下个月 下个月我们又在比西里安要再盖一个良田 哦 对我觉得这个蛮好 就是部落青年 对对对 有这个机会我们就大家一起做 是 就是虽然我可能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大家有机会学习 这个年轻人就会留在 留在部落也有机会学习 因为说实在盖房子不是每天都可以发生 对 但你有这个难得的机会 就大家一起把这个经验累积出来 对对对 走向全世界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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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全世界 哈哈哈哈 你刚刚提到的这个点啊 其实是跟就是Saguro老师他的一个石板屋的经验 我觉得还蛮能呼应 是 对因为其实Saguro老师他是大社部落 对对那当然他从小而如目染 就是整个都是石板屋聚落的环境 对对那可能大概在5060年代的时候水电进去 然后慢慢铁皮啊 然后会这些其他的建材进去 就是那整个大社部落才慢慢的改变 不然其实原本的大社部落据说是连走道 对都是全部全石板建造 对对然后可是后来其实在呃就是慢慢的国家 其实有一些法令是直接会让盖石板屋这件事情 变成非法 对对比如说他要到河川里面去踩石板 这个石板其实就是河川局对管理的范围 所以他先触犯这个这个河川管理法 对可能是这个然后 可能譬如说呃石板屋里面要有梁 嗯对然后这个梁其实也会触犯到就是这种灵业法的部分 对然后或者说他即便是要在自己的家上面去盖一栋建物 对这个东西也会也会触犯到就是所谓的就是建筑法相关的一些法规 对对所以其实 好请说 会不会在里面比较少那个小黑文 哦小黑文哦 还好 没关系没关系 很OK 很OK 好好我们等下我们等下会换场进去家务里面再聊 对因为其实现在云有点厚了 对啊我先讲完这一段 好对就是 所以其实大概在民国五六年之后 其实盖石 因为盖石板屋这件事情完全是被禁止的状态 嗯所以其实坦白讲部落里面的人也没有也没有机会再去学习 或者再去经验这个重新盖一栋家务的过程 对那我觉得小谷老师的经验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案例啦 他比较有趣的是就是他后来其实有有因为一些博物馆的委托 嗯对然后所以到了不同的博物馆 对就是重盖家务 嗯对然后因为在博物馆里面的这样子的一种 我觉得有点是是一个庇护空间 嗯对所以说他他在这些博物馆里面盖家务过程中 他一样是携带部落里的人变成他的工班 嗯对然后让一栋一栋的家务可以实际 嗯让家务实践之余其实也让这个技术 嗯其实是某种程度保留下来 嗯然后让他可以继续延续 嗯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对啊是一个蛮蛮能呼应的一个状态 对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再聊 嗯嗯嗯 聊一些法律的问题 对对因为其实 有法律咨询的 对 对对 对因为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家务其实 他未来会有一些危机 那我们待会我们到里面再谈这样子 对好 好那我们移动过去 里面需要打开我觉得 可以啊我们有头灯 那我抓到你一起来 好好好 嗯 现在是我们人间继续然后继续在一起 继续录 继续录 继续录跟我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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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可以接才能动 哦 哦 哦 我都拿走 然后如果需要提下来这边的降降 嗯 来往前走 好 这边就是我们的大门 这边是大门 对 这边是大门 哈哈哈哈 那个矮矮的是侧门要低头进来 哦 那你会打到头 对 嗯 提醒你要 谦虚一点 哈哈 我们坐哪里 嗯 坐坐那边吗 他们好像有set好了 谁的包包 好像原本有set 对对对 这会不会太暗 是谁的包包 这是啊 这个包包刚好就是 这个是 补萨 对因为我们现在在场的就是打开当代的成员 对里面有一个艺术家是 菩萨 嗯 对然后就是他在那个 嗯 这是那个中旅夜 哦 细耶 这不会是你要送我的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好 可以做了 好要在这边吗 都可以我这边也可以 对 诶我们时间大概过多久 现在大概过45分钟 45分钟 45分钟 好 那我们就 继续聊下去吗 可以哦 好好好 但是可以不用到这场座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愿意会 太累 我愿意会 我要进去 我要进去吗 对啊对啊 要不要一起一起围坐 对 对 我要看你 可以我没有没有因为靠近火堆比较不会 不会被蚊虫钉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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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下要怎么结束呢 要怎么收蚊 哈哈哈 等一下我 还可以烤肉啊 哈哈哈 会有肉送来 哦你等下 你有钉五花肉了 对 我刚刚有叫那个 好 好 好 那我们就 我们就 刚刚做了一个就是 转换啦 对我们从家屋的外面 然后进到 现在就是正式进入到就是家屋里面的空间 嗯 对那 呃 我先分享一下我 我的感觉好了 对 因为其实我 刚好看到这个家屋从 就是 比较是只有柱子的状态 对 骨架的状态 然后整个 整个竹的墙面立上来 然后也包含是整个屋梁 对 整个整个 因为这个屋梁上面 其实都是很 蛮细的那个竹子的编织 对 然后 我上次来采访的时候 刚好是这个家屋刚盖好 可能一个月 对对对 所以 所以 其实我进来这个家屋的时候 会有一种 会有一种 我不敢在里面 太放肆的感觉 对 本来就是 对可能就是比较自在啊 轻松 可是一进到家屋里面 很自然的身体 其实是 会有一种不同的一个调式 嗯 对 会觉得说这个家屋里面 它其实有属于这个空间的一种 一种配置 然后在这个配置下面 其实会有某一种规矩 秩序 或者是 人跟人之间的伦理的关系 对对 我觉得 这个部分 对啊 要不要 好 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整个家屋的 配置吗 对一个结构 结构 这个家屋 基本上就是 空空的啦 除了床之外 理应是没有其他的 大概就是生活的物件 但我就是 尽量 在割草 不然就是消财 就是蛮多事情要忙 然后很多朋友也跟我讲说 欸 近来的家屋会有点 就是有点要 比较严肃的那个感觉 对 我说哦 对对对 我就是要有这种感觉 就是也希望说 来阿美族家屋的人 不要就是觉得说 好像这只是一个房子而已 这样 就是家屋也有 它应该要有的伦理啦 嗯 对 比如说以前 我们客人进门 就是从正门嘛 对 然后 这个是小门 嗯 嗯 然后在家屋基本上 不会大声喧哗 在家屋里面是不会大声喧哗 对就是轻声细语的 在聊天 这样子 是 对 偶尔只有 暗个浪的时候 会比较欢乐一点 那个是ok 嗯 对 然后 尽量要保持 这个 环境干净这样 嗯 对 你知道光我一直环境干净就很麻烦 嗯 对 对 还有一些蚊虫啊会跑进来 蛇啊会跑进来 嗯 嗯 对 那我就是希望说 不要变成是 一个展示空间啦 就是至少可以看 让你看到我在这边生活 然后工作的状态 就是也没有造假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实际在做的东西 对 大概就是尽量让这个感觉 带给外面的人 知道说阿美族家 我们还是在做 还是在做一些 传统的事情这样子 嗯 对 当然我们这边还是有Wi-Fi啦 哈哈 对不然这个直播现在可能没有发生 对 就是最高科技 哈哈哈哈 他有没有像那种 比如说汉人的房子 它是什么 床要在哪里 主人要在 有有有 有 有 嗯 这个房子当然 现在因为还没有开窗啦 对 有一个最主要的位置就是给阿公阿嬷的 尤其是阿嬷 那就是一个死亡的角落 就是阴暗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给老人家死亡的角落 因为我们家屋有很重要的三个宝贝 一定要放在那边 那个死亡角落就是不能吹风不能晒太阳 不能太热 所以要稍微阴湿一点 嗯 这个地方就是要给麻木睡的 嗯 那这个宝物呢就是要放在这边 因为它需要 这个环境 这个东西就是洗脑 小米酒 这个烟草 这个烟草 它需要在这个环境去被酿制 嗯 嗯 那这个环 这个就是一个家屋里面的 原始的这个伦理 那这个宝物呢就由 这个 麻木去 保护 嗯 算是说家屋的主人 对 算家屋的主人 嗯 所以如果真的要算的话 这个家屋的主人 应该算是我妈妈啦 嗯 对 那不再来就是我太太 嗯 嗯 没电 OK吗继续 OK OK 所以 基本上配置没有太多可以介绍的 因为就以前就只有床而已 对 大家都是在外面工作 嗯嗯 就睡觉会进来 或者是准备休息之前 或在这边微火聊天 嗯嗯 對這個地方就是給大家溫暖休息的地方 所以說他等於說在這個空間裡面 他的床可能是一體的這樣子 對他是一整體大家就是看你要睡哪就睡哪 但是只有阿公阿嬤的床你不能去佔用 對以前我們都知道阿公阿嬤的床在哪裡啊 因為他的床旁邊都有因為長錢 以前長錢不是鈔票他們都是一袋的銀錢 他們都會用手去挖去摳 摳哪裡啊?如果以現在這個家屋來看的話 摳那個牆壁啊 或者是他那個屋簷的那個主管裡面 他會塞錢進去 那個屋子我記得我印象很深 因為我那時候才小國小 我國小很矮嘛 可是那個屋簷就跟我一樣高 就是讓那個屋子多矮 他那個錢就這樣我們就可以直視就可以看到 就這樣挖 對 我們挖完他還會再放很奇怪 對 其實麻木都知道他都知道你有哪 對 就是他們以前的習慣啊 我現在回憶起來就覺得 哦對對對 很多老人家都有這種故事 他們藏他們的東西都是在阿嬤的床的周遭 所以一般這個火它就會位在這個家屋的比較中心 對比較中心的位置 但盡量不要靠門啊 因為門會吹這個火苗 房子會燒起來 這個火爐應該要往後一點 哦哦哦 再更更往裡面藏 對因為這是我們剛出蓋好之後 就直接設在 連牆壁都還沒有做的時候我們就設在這裡 嗯嗯嗯嗯嗯 所以就還沒有開始移 因為為了工作方便 所以就先還是放在中間 對 對那再過幾個月就要移到後面去 然後做比較正式的爐灶 嗯嗯嗯嗯嗯對 嗯嗯嗯 因為我我我我就是最近有剛好有上那個就是達邦的 對啊就是那一邊 然後有看就是安肖民大哥的一個傳統屋 對它的屋子裡面其實也是有一個火堂 對這樣子 然後它火堂上面其實就會有一些食材 對是長期放在上面 嗯嗯嗯嗯嗯 它這個其實考量的是就是食物的的一種保存 嗯嗯嗯嗯 這個阿美家屋也是會有 但是因為我還沒有定位 所以我還沒有架 應該會架在這個上面 它會有個燻肉架什麼 燻肉燻藍子都會放在上面 對會燻到它發黑 嗯發 整個黑掉 嗯 對然後才會拿下來 藍子為什麼要燻 就是保護它 讓它更更堅固 是因為它會出一個油脂嗎 因為它會有一個蠟脂 所以它會發亮 這個不是木頭的原因 這個藤皮 原生的藤皮它會這樣子 但如果是進口的 就不會有這種亮度 就會在上面燻 因為剛好一定要燻房子嘛 所以這些東西器物 都是自然材質的 就是一起把它做煙燻 嗯 對所以每天都要燻 這個很明顯 我這個房子 只要一個禮拜不燻 那個蜘蛛啊白蟻什麼 就開始出來了 嗯嗯嗯 像我一個月 那個房子 你看那邊白蟻 哦 有沒有有沒有 對對對 你說那一條一條下來的 一條一條下來的 那個就是白蟻 它開始在吃了 哦 我才離開一個月而已哦 就變這樣 這個房子就是很多昆蟲就會住進來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燻 一直燻到兩年 嗯嗯嗯 整個房子黑掉這樣 哦 嗯 讓它這個蟲不會再進來吃這個 不然它一吃吃一吃就垮了 嗯嗯嗯 對因為現在這個等於說目前看到的這些材料 它都還蠻 蠻新鮮的對不對 對對對還是可以是這些昆蟲還是會住進來 嗯 那個蜜蜂也是會找那個主管挖洞 嗯嗯 所以很麻煩啊 每天都要一定要有人燻 哪怕只有一點時間我也是先燻 先燻起來我才出門工作 嗯 對 那就是在以前就是家屋的靈魂啊 對 一定要有這個火一直燒著 嗯嗯 當然以前人多嘛 一直天才 一直天才 所以我們平常就要準備很多柴火 嗯 對 這個柴火就光這樣子幾個月的時間就燒掉好幾個卡車了 真的 對我們就一直踩一直砍一直一直劈 嗯 就這樣一直燒 嗯 嗯 所以很很難很辛苦去維護這個房子了 對 對等於說它蓋好以後不只是蓋的那個檔銷 或是說收集材料的那個勞動 對 反而就是這個房子蓋好之後如果你要讓它維持在一個狀態 對 對 對其實我覺得這幾乎某種程度是對於這個房子 或是這個土地上有房子這件事的一個承諾 對 其實也是一種倫理啦 嗯 就變成說你不照顧它它當然會損壞 嗯 它不像水泥房 對 水泥房50年不壞啊 對對 然後你走了再回來 對啊 很簡單整理就好 這種就是比如說茅草要換 你如果茅草都不用換的話 你怎麼去教下一代 嗯 下一代永遠都學不會 對 那等到他長大他就不想學 對 所以兩年換五年一休 這樣子就會下一代每年都有機會做練習 學習跟複習 對 等到他長大之後老 中年的就慢慢變老 就換他們去承接這個 這個工作 嗯 這個就是以前在做文化傳承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步驟 嗯 所以我在教育界很常就會去把這個觀念 帶給學校就是說不要把小朋友去分開 尤其你看最小的小朋友 幼兒園的小朋友 他們是可以一起學習 嗯 三四五六歲他們可以一起學 可是到國小你就變成是 七年級 七歲一年級 八歲二年級 你就硬生生把它切斷 嗯 這是很不恰當的一個做法 嗯 對 上面一階少了在上面一階下面的監督 嗯 這個就讓教育整個會瓦解掉 對 對 這個很多東西就是文化的事物就是在我們國民教育裡面慢慢被流失掉 是 大家也不care 小朋友長大也不care這些事情 對 對 對 就會很麻煩 你要再去帶給他這種觀念的時候就 要花很多時間 嗯 對 剛剛就是聽你這樣講說 就是房子蓋好以後還要繼續生活 然後這個生活還要生兩年讓他熏這樣子 對 每天不能間斷 然後就是想說 他好像也是一個 你跟關係 你跟土地的 或者你跟環境關係的一個 嗯 生活好像是一個動作 然後這個動作好像有一種 有一種隱喻 然後是你怎麼樣去維護你跟環境的 之間的 commitment或者是關係 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我一直在談那個自然資源這件事情 對 大家都在講說什麼什麼人力資源什麼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尤其原住民族就是自然資源 就是海的資源山林的資源 我們去為了生活跑到山裡面跑到海邊 同時我們也去巡視我們的獵場 嗯 不然你沒有時間去 因為基本上生活已經太忙了 啊你就要把這些這些該做的事情定下來 什麼時候該準備就要花時間去 去 包含說現在我們是種植的時間 嗯 我大部分都是在種樹 那邊外面還有一堆樹苗 還沒有種 嗯 就是花一整個月的時間 這雙土啊 準備這些材料 那所以其實 就是很多時候我們就是要花心力去照顧這些自然資源 因為如果你願意花時間照顧他 他會給你很多的這些財富 嗯 這些財富是你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你看我那時候說我阿公種那些 嗯 他都死這麼久了 到我這一輩我可以受用這麼久 然後他可以讓我變成今天 變成今天有這個房子 都也是因為他 嗯 有留了那塊山上的他種植的這些民族的這些植物 是 這個很重要 你怎麼會去想到 嗯 所以加拿大原住民說 你要為七代的下面七代的孩子做準備 嗯 他們是七代我們連一代都準備不了 就有一隻馬魚在上面 對 他跑不掉了 就是黑色 喔 有有很大的一隻馬魚 至少我們為下一代準備嘛 不要說七代 一代就好了 我都會說啊 這個樹我們永遠看不到他長大的樣子 但也沒有關係就是種下來 嗯 至少你可以乘兩啊 然後有時候在學校都會覺得說 啊 孩子從六點七點就在學校到晚上 夜光天使吃個飯 天黑才回家 這麼美麗的環境 你的家裡是最美麗的環境 你可以看俯瞰太平洋 後面就是山 應該多給他更多的機會 讓他回到家裡面去享受這個環境 嗯 這也是我們以前學習的過程裡面觸碰到的 每天就在田裡面這樣跑 嗯 這個機會很難得啊 等到真的長大就沒有這個機會去做這些事情 嗯 我覺得好意就是 嗯 我自己覺得你的 你曾經在體制內教育 或者說曾經在就是 比較 比較台北當代的一個 一個環境裡面的學習 然後你回來再做這件事之後 我覺得這些年你在這些部分做得越用力 其實會反向的印照出一個蠻強的 其實身處在體制內的人 是沒有辦法感覺到的 嗯 那個問題 嗯 對其實說包含就是 你剛剛提到的那個就是傳承的部分 嗯 對我們幾乎沒有想過 其實你都看著這些自然山林 它緩慢的成長的速度的時候 嗯 其實你會知道這個東西 就是以我們人類 以人類本位的這種 對 時間走去趕吃的時候 其實那是遠遠不夠的 對啊 嗯 對啊 你怎麼去那個山林的那個狀態 真的是太 比如說我自己的山上好了 我上面有一塊地 嗯 我每年都去 我每年去的真的不下二三十次 嗯 但是每一次去都不一樣 四季都不一樣 我這次去我的樹苗又被吃光了 被什麼東西吃啊 被山羊啊 被山羊 被山羊 現在有很多山羊嗎 我這邊很多 我們這邊很多山羊 嗯 就被吃光了 但我就覺得 好吧 但是我就會分散種了 那是有主人的山羊嗎 還是沒有主人 沒有主人 野山羊啊 對就是野生動物 就覺得 那你可以抓它嗎 可以當然可以啊 這個就是我的獵場啊 嗯 它可以來 我就覺得很好啊 至少我知道 我那邊還可以有山羊可以打 對 這個就是維護獵場的一個 一個觀念嘛 嗯 我不是每天去把那個草 都全部砍 砍得亂七八糟 我就是跟蹤一小塊 其他我都留著 嗯 啊包含一些民俗 在編織用的植物 都把它整理起來 嗯 這個我們在不時之需的時候 就可以去 去取用 包括說介紹給 這些小朋友的時候 就可以很 直接的去講解 說這個植物長什麼樣子 嗯 對 這也是我起心動念 蓋家屋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嗯 所有事情都是發生在家屋 但是我們缺少一個家屋 嗯 打獵回來 來處理動物就是要回到家屋 嗯 你做農回來 這些農具啊 這些材料就是放在家屋 嗯 但是我們就是缺少家屋這個環境 去讓所有東西都連結在一起 嗯 對 所以我才把那個麻辣自在這個想法說 我們盡量都讓所有事物都回到這邊 包含人的啊自然的啊 嗯 這些勞作的 對 跟我回到這個地方 你剛說的是那個你的臉書的那個字嗎 對對對 嗯 怎麼唸 麻辣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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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他意思是說大家在一起還是 自在就是一的意思啦 嗯 就是和團結為一這樣 對 和二為一 大家一起做事的這樣 麻辣自在 對 讓這個家屋發揮它 本來就應該要有的做 我也不希望說變成是像東莞處那樣子 只是一個展場 對啊 那個其實呢 他說啊我 你來的時候我看到有 我有在工作 他有時候我忙就自己參觀也沒有關係 對 嗯 那個狀態就會很好 所以如果再上工作坊 這邊因為他這個目的就是說 蓋好以後大家可以來就是上工作坊 對 那上工作坊的時候這個家屋最多可以塞多少 所以我頂多 我一般工作坊都10到15個不會很多 嗯 因為要控制那個 然後就在這裡面 對 教學品質 嗯 對 所以不會不會太多 其實最好就是一兩個是最好 嗯嗯嗯 這樣慢慢燻這個肉 這個肉目前看起來還蠻 好像還沒有切下來很久 其實 切下來很久了 很久了嗎 因為它看起來還蠻新鮮 我定期都要清冰箱 不然冰箱也容易滿 真的喔 上禮拜又下海啊 冰箱又滿 嗯 老婆就說 你不要再把這個放這裡 哈哈 因為我有自己的冰箱 哦 專門放我上山下海的東西 嗯 啊有時候滿了我就放到家裡面 嗯嗯嗯 哈哈 這是應該三槍腿 三槍腿啊 嗯 對 大家等一下可以吃 哦 等一下可以吃 在 我們在直播烤給大家 哈哈哈哈 好啊 欸還不錯 因為我們原本設定是說 呃 就是到了天黑 然後慢慢就升起一把火這樣 可是因為後來發 實際操作發現 這個直播 如果到 到 到那個 六點 可能就沒電了 所以設備會沒電 然後 對 那 所以等一下也可以改成說 我們這邊試給大家看 哦 是這樣嗎 你說馬上就要吃 還是要留給攝影師 可以啊 或者再過一個小時 我們在烤啊 現場烤 對就是留給那個攝影師 鋒妹 好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對 多好 嗯 好一張小姐有講到就是 嗯 其實你 等於說後來開始 就是 比較大的一個 往山裡面走 或是說往海裡面走的經驗 往海裡面走 蛤什麼 的同時 其實你也 你也是跟朋友一起 有在學一些 狩獵的技巧 對不對 對 比如說包含放置陷阱 對 因為我上次有聽你分享過 就是其實你對於 獵槍這件事情 有一個你自己的想法 對 你其實比較傾向 是陷阱的方式 是嗎 我比較 對啊 我比較傾向陷 因為我覺得現代獵槍 獵槍當然是 你不是說現代的啦 我們用的都是超級 久 超級久的款式 對 啊 有些時候就是 我覺得用獵槍可以 但是你必須自己走進去 對 我滿牌是在車上打的 有人會在車上 蠻多獵人是在車上打獵的 當然這是有時候是 有時候當然有一些法律的問題啦 對 你走到別人的傳統領域 或是走到不應該打的地方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至少我自己熟悉了三年 我就下來走 那這個走就是 一方面你也消耗 就是慢慢去看啦 慢慢去感受那個環境的變化 去聽 因為其實打獵其實是 五感是非常敏銳的狀態 對 對 就是大家都會非常的安靜 連走路都要很小心走 嗯嗯 的那個 也不會隨便亂講話 對 一次通常幾個人上賽 我們不會太多人欸 兩個 四個這樣 或是會猜對 嗯 對 啊平常沒事我就是放陷阱 嗯 啊我如果沒有空我就不會放 嗯 我一定要有時間我才會去放那個陷阱 對 因為放了陷阱如果獵到了 沒有去收 對就是爛掉啊 這是很浪費的行為 真的是 就是一個生命就這樣浪費 在大自然裡面 這個是很不可取的 一個行為 嗯 就是我覺得獵人不應該是 狩獵不應該是這樣子 嗯 就是你即使就一隻我們就是好好的把它 把它 處理好 然後 就是 進到大家的肚子 溫飽大家 而不是 打了很多隻 一直冰在冰箱 然後你也沒有吃 然後一直打一直打 就是為了打獵而打獵 嗯嗯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其實很多人是這樣子啦 所以有些時候還是要把那個觀念去 改變一下 你是為了 吃這個飲食文化 或是傳統文化 你去狩獵 夠用就好了 嗯嗯嗯 欸說實在打獵很累呢 對 真的非常非常累 欸你只要打到 我有時候都覺得好險沒打到 哇打到還得了 回來的路上 然後你還要殺他 還要處理乾淨 清清都是早上四五點了 然後你隔天要工作 我累死了 所以我有時候說好險 好險沒有打到 哈哈哈哈 一隻就好了 嗯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就知足就好 所以有些弟弟 他們跟我一起上山 我就盡量跟他們講這個想法 嗯 有就有 沒有也沒關係 但是有的話 我們就是要 一定要分 分掉他 對 要分給他 啊不要冰在冰箱 嗯 可是盡量可以吃掉 就把他給他吃掉 嗯嗯嗯 對 或者是有朋友來 就是把他分享出去 對 對 大概這個觀念就是 我會期望說 這個三年的觀念就是這樣 你去 你去維護 從一個植物的 資源來看 然後你去維護你的山林 然後你再進行狩獵 然後你又再回到家屋裡面 嗯 就是一個循環這樣 對 讓他這個文化一直都有保 包括說那個獸皮也是一樣啊 嗯嗯嗯 對啊 那邊有好多張獸皮 我剛開始學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那個噴燈燒啊 嗯 然後一塊一下就用好 那我就覺得 幹嘛要燒 燒了又變不好吃 雖然是比較快速 可是 你一浪費瓦斯 你那個皮又浪費掉 對對對 你幹嘛不 多花一些時間 把它好好處理 啊皮留著 你還可以用 嗯 這個以前都有在做的事情嗎 欸我可以拿一塊送來看一下嗎 對啊對啊 這個你就 留著 你就可以坐 坐在背包後面 或是墊在床上 很麻煩啊 處理這個 這就是彈孔 這邊是彈孔 對 有的是陷阱 打到就沒有 哦哦哦哦 很小隻耶 這個是大隻的 這是大隻的 這是小 這是一歲的 比我想像的小 還是這個皮會縮 沒有 不會不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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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謝謝齁 有有有 我們來一點點 就夠了 好好好 謝謝你哦 他們昨天來拿竹子 哦 對啊 我就說拿我 沒關係 哦 因為這邊還有 他有多一些材料 對啊 像這個是幾歲 一歲 一歲 對 幾歲算是 他的平均壽命 這個是 十幾歲 這十幾歲 跟狗差不多 哦 他的平均壽命是十幾歲 對 那這隻 這隻很老了 有十歲了 十歲 那就 嗯 這很大隻 嗯 就是這個皮 你都可以做利用啊 那為什麼要把它燒掉 然後 對啊 他要怎麼處理 就是要慢慢割下來 然後 要燒乾 要再刮 哦 所以他也是用燒的 對 那 也是教我用伏馬鈴 我就不想用 就 用燒的就好了 他脂肪要刮掉 對 他裡面那個 內膜要刮掉 不會會生什麼 你們要啤酒了 那個 伊娜送啤酒來 哈哈 哦 你剛剛有講到就是放陷阱這件事情 其實某種程度難度比較高對不對 對 難度蠻高的 嗯 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比那種 就是觀察一個動態 然後直接 現場 你要猜測啊 要預測 然後 預判 他什麼時候 直接多久之前離開過 會不會再回來 對 對 然後 你不能 當然你可以說直接放100門啊 哈哈 反正院子上鉤嘛 對 但是我就覺得 我哪有那個力氣 我就放兩三門 有 至少我觀察到的 我就練習去放這樣 嗯嗯嗯 對 那個獵場就是我熟悉的 我知道動物在那邊 那邊我放完 我就會換一個地方 對 對 就是讓動物就繼續會 維持在那個山林門面 嗯嗯嗯 對 所以我一年不會打很多了 對 頂多 10到15隻 嗯嗯嗯 嗯 就夠吃就好了 是 這麼小隻的 你都可以吃一個禮拜了 哈哈 你剛剛說就是有說 以前傳統的時候 獵到獵物 其實是會回來家務這邊 再進行更細的處理 對啊 會帶回來處理 就是說分食 對啊 分食啊 然後 把這個血流在 在土地上啊 把血流在這個土地上 對啊 而且是 放這個 這個地板變亮的一個原因 嗯 對 嗯嗯嗯 就是要回到這邊再做處理 嗯 剛進來的時候 有提到那個地板要做 對對對 對 因為目前這個地板 有點凹凸不平 對 然後因為剛好我小時候也是住那個三合院的地板是泥做的 我大概知道說 對我小時候 對我大概知道說那一種狀態地板其實是非常光亮密密 幾乎像水泥地一樣 對 可是其實它是泥土 對 對對對 所以這個地板可能就是去年在做的時候其實有夯過對不對 其實已經很硬了 嗯 但是我們用的不夠平打的不夠平 嗯 對 因為那時候很倉促的就 直接用完我們就開始做其他的 對 假如說之後再來補 嗯嗯 對 也是時間的考量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就OK了 那一定要用腳 刺腳去航這樣嗎 還是說 以前是平常家屋裡面一定是打刺腳 平常都打刺腳了啦 就是大家會踩 所以這個會越踩越亮 嗯嗯嗯 對 但我們現在我就一個人啊 所以 我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腳 腳 以後上課的時候就規定就是用刺腳 這樣子就可以幫忙 對 蠻有趣的啦 就覺得把這個 家屋就可以聯繫到很多 生活的面向 對 所以其實生活感是很重 然後會很累 嗯嗯 那就是會變成一種使命感啦 對 因為昨天剛好跟你有一場 就是在台東的一個論壇 嗯嗯嗯嗯 對 你們有一場 對對 昨天有一場 對 然後我覺得你 因為我們那場論壇其實剛好在講評論的 評論的 評論的可能 或是評論的困境 不過他的標題是 本來是限定在 呃 原民藝術評論 對 的缺席問號這樣子 對 是專題裡面的嗎 欸就是 不是是 佩儀老師那邊 哦 對的設定的一個字體 不過我覺得昨天豪宜的回應 其實 我覺得也 也整個 也整個 有貼合到他回來部落以後的整個 嗯 非常多重的斜槓的身份 嗯 對 因為其實他昨天他就我在現場說 他現在其實對那個藝術評論還好 對 因為他其實真的可能更想要做的評論是 比如說現在可能成功於港這邊 有個新的開發案 哦 對 然後是像這樣子的 對 一種很即時的報導 或是說很即時的一種文字上的思考 嗯嗯嗯嗯 因為這個可能相較於你來說 因為你你現在的身份整個被展開了 不再是一個像以前在台北的比較單純的藝術工作者 嗯嗯 所以其實 不得不 也被這現實的很多東西 捲得很深 對對對 沒錯 我覺得就是這種感覺 其實有時候會很無力啦 嗯嗯嗯 就是比如說那個機會於港 你就是在那邊下海 大陪就要蓋度假村 嗯 以前我都覺得沒關我 關我什麼事 你剛剛有稍微轉向了 關我什麼事 哈哈哈 哈哈哈 換句話說太遙遠了 對 太遙遠 太遙遠了 好像我也管不了那麼多 對對對 啊當你真的在那邊 就是 那個 那個 或是 潛水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不行啊 你這樣子的話 我們以後怎麼 嗯 做這些傳統的 這個 嗯 都要不想 都要不想 那些人 都要不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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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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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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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身体的某一种姿态 他为什么变在 在现在的体制焦虑或是说在 在可能百年之后的这样子的 一种文化殖民里面 这样的身体其实变得 是不再可能的 对所以某种程度 我觉得你自己现身的 把这样的身体重新召唤回来 你也把这样的力度 就是放进你的策展里 对我觉得是不是可以 你先聊一下那个顶标一样的顶标一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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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一样 然后刚好也认识 那时候其实我才刚刚好 才刚刚认识原住民艺术 所谓的原住民艺术家 的那个阶段 那很快其实就跟他们熟了 那我就觉得 我好像可以再做看这个展览 当然就回到我自己身体的命题去 想这个真正 真正的人的这个状态 当然我其实最后的 最后的想法是根本没有真正的人 这个压力太大了 它是一种很 不应该的枷锁 尤其放在当代 比如说我们现在 这个叫做传统家屋 我觉得应该叫当代家屋啊 至少我们现在活出来这个样子 这还蛮后现代的事 就是又又又又更后舍 又有一个辨证的 对对对 就不要再叫传统家屋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阿公来 那个阿公来其实 他是我的学生 哦有有一开始的那个 刚刚来找我拿工具的 你有拿一个叔叔给他看的那个 那个那个叔郎给他 他其实是跟我学旁边的 嗯嗯嗯嗯 然后那个状态你就觉得 哎你会吓一跳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老 我跟老人家学 怎么有老人家来跟我学 嗯嗯嗯嗯 然后我会发现说 哎我的身体好像已经变了 是一个传承者的角色 嗯嗯 这个角色的转变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现的 嗯嗯嗯 我刚开玩笑说我的手是钢琴手 我手以前真的是很细 我现在全部都是伤了 对啊那个转变就是在不知不觉中 我觉得那个身体的那个那个感觉出来了 包括说刚刚那个银娜过来 这种交往以前我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哦嗯 就是因为你改变他们也会跟着 对他们会变成你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 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就发现说 哎这个身体感就是我在部落里面活着的那个感觉 觉得蛮重要的 嗯 我就希望说把这个感觉慢慢延伸到展览里面 让大家看到原住民 而不是因为说好像你的爸爸妈妈是阿美族 所以你就一定要像阿美族 对对对 而是你生活在这里面的那个真正的人 对对对 你就是跟他们直接会产生联系 即使他不认识 那个伊奈我不认识他 他昨天在下面砍桌子说 哎上来啊我给你这样 他就很开心打一堆 就问他说你在哪里 你的田在哪里 他说在高台 高台哪里这样 就越问越细 你怎么知道这样 哇你做这个方式很漂亮 就开始聊一些 这就慢慢建立起一种身体的那个联系 嗯嗯 对很多这种案例慢慢发生在我的 在这几年发生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就觉得好像应该去坦塌 嗯嗯 变成一个好像这个人的状态是我 我觉得我喜欢的状态 对对 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一个阿美族男人 你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是我觉得我拒绝这样的 这样子的命题啦 嗯嗯嗯嗯 对对这才是阿美族 打猎应该怎么打 种植应该怎么种 盖房子应该怎么盖 这个我都尽量到传统里面找一找出一个新的方法去活在当代里面 嗯嗯嗯 对这是我在策展里面 实践里面想要谈的一些事情 对对他透过不一样的角度去 也有包含说像法力他们外界的一些想法 对 去带到这个作品里面 对对对 对 因为你腰斩的对象 就是其实他们都是等于说他们有生活在部落的这个关系里 可是他们未必是原民身份 对啊对啊 对因为里面好像有三个 其实不是 对 嗯就是对 他不是原住民啊 对对对 意识部落吗 不是不是不是 因为意识部落好像也不是 对意识部落有一些 不过那个那个他他的是 对他另外一个脉络 嗯嗯嗯 然后还有说他们说 那个时候在普里玛在说 啊你们展览在哪里 我说在成功耶 还有三千五 啊不是怎么不是在南网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你知道吗 因为因为他 因为我的身份很复杂 对对对 因为你生活的地方是在成功 但是你可能你的复习 复习的那个是南网 然后我会这样讲 有些时候我熟知的一些人物 也不在不一定在这两个部落里面 对 这个可以用来解释那个姓名的转换吗 好像也有一点 嗯嗯嗯 相近对 就是从一个本来是 对啊 每一个原住民他身处的环境状况 他身份状态都很不一样 嗯 很难去直接说啊 你的原乡部落在哪个地方 你就会在那边展览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也有跟他们说 不应该这样 就一定要在马老落部落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每个人状态都不一定适合 嗯嗯 对 然后我只是刚刚好 我现在居住在这里 我尽量在我的生活周遭 让这个展演发生 嗯 对不是我不愿意回到南网 是很多其他的限制 嗯 让我们没有办法再去那个地方做这件事情 嗯嗯 雨菠刚才有提到那个名字的转换 对 对 因为我就是也有 也有注意到你前两年 跟今年使用的不一样 其实我 我一 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我一开始叫改那 改那 我的外公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阿嘎子 一个叫改那 以前的人都有两个名字 哦 小名吗 一个是小名 就是前后的吗 就是他可能 他发现说这个孩子的个性 可能比较适合什么名字 又给他的一个名字 哦 对 又有车来 伊伯来了 哦伊伯吗 哦 这个会不会 家屋女主 然后我们家族是 Gaguba家族 这个家族名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而且我是从文献上看到 嗯 我一直问不出来 我家族名是什么 我问我的阿姨啊 这些长辈 都不讲 他们也都不知道呢 没有讲过 想说怎么可能 啊 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什么 马老洛部落青年阶级什么研究 就看看 看到我阿公的名字 而且还是头目哦 我阿公成是四十几 民国四十几年的头目 当过两届 写八年 后面就写他的士族 就写Gaguba 我就回去问阿姨 阿姨阿公有没有 我再问他一次 阿公我们的家族的名字叫什么 他说没有呢 不知道呢 说是不是叫Gaguba 他就说对 就是Gaguba 他明明你就知道你又不讲 就是他那个时候其实都叫的 或是这个整个士族观念的崩坏 让他们不愿意再去提这个名字或是怎样 对 就我直到去年才知道我是这个家族 嗯 嗯 南网的我还问不出来 嗯 对 嘿 嘿 南网的 哈哈 南网 对对对 进行中进行中 没关系一起 可以一起很随意 南网要走吗 对对 已经有 不对有很多人进过 因为我回不去部落 有一个很大原因 就是我们家族的土地卖掉 我家里人全时光 嗯 我问不到 嗯 问周遭的亲戚都问不到 到现在我还问 去年我有再问一次 就不确定 就是有问到一两个 可能是这个 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个家族的 嗯 这个知系 对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所以 所以我现在的名字就是 因为我们家太多Gaguba了 我们家族太多Gaguba Gaguba是 就是这个名字太多人用了 Gaguba的这个名字有很多人使用过 对 嗯 就想说 Agaz没有 就问 长辈说 我可不可以用Agaz这个 然后我父姓就把它灌进来 我爸爸的名字就放在后面 嗯 所以就变 那个Agaz Ula Ula 对 他以后要叫你Agaz Ula 也可以啊 都可以 哈哈 我的名字就是 很特别距离 对 就是 至少我知道我的名字了啦 嗯 我爸爸的名字 或者去找到一个新的名字 对 然后 然后 我们家族的名字 就是慢慢去 去把它找出来 嗯 对 嗯 嗯 这个是蛮长的 历史 还要做的功课 包含说最祖先的那一代 签到 马老肉的时候 那个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是 到底是谁一样 从港口签过来的 到底是哪一个 那一个 一定有一个最主要的人物 嗯 会 现在查到是叫拉麦啦 那个阿公叫拉麦 对 他在上面还没有 还不知道 嗯 对 其实你刚刚在讲名字这一段的时候 其实有 有讲出一个就是 等于说 在这些年的这样子的 不断的就是 类似有点家族前行 对 然后在你这一代 再往回追的时候 其实这个路径会 有点破破碎碎的 对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好像这个状态 也有稍微回应到 就是你你去年的年底 在当代馆的一个策展 嗯 古蹈浮沫 对对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 在这个 策展里面 你转的蛮快的 哈哈哈哈 因为他说要稍微的 你知道吗 没有 我们敢还可以 还可以 再聊 还可以cue给民主人家 对对 因为就是时间 就是 因为我觉得在那里面 其实你有 你有稍微的碰触到 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 阿美族他其实是 几次的有 有在台湾本岛 嗯 有有有千进 在千出 对 有有可能有这样的历史记载 对 然后也包含就是比如说 蓝宇上面的很多的 就是文化 可能是从另外更远的菲律宾过来 虽然说蓝宇离我们很近 对对对对 对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种 路径上的很多的交织 对对对 好像你有在孤岛夫梦里面碰碰它是吗 我其实是有试着去谈它 这都仅限一种推我们自己对文化认识上在进行的一个推论 是 跟人类的血无关 嗯嗯嗯嗯嗯 这当然就推论说 以前都是 航海民族 对对对对 蓝宇人迁徙各个岛屿之间来台东是 家常便饭 每年都会做的事情 或是到绿岛 阿美族人以前也是会做这种事 因为你随便乱走你就碰到杀人的族群 杀人头的族群 碰到北南族 碰到德鲁谷 嗯对对对 你随便乱走一下 所以他们不会随便乱走 嗯 对你就这样 然后我们又很靠海为生 现在有竹法以前是什么 以前一定是独木舟 嗯嗯 对啊 这个独木舟怎么会消失 是不是跟历史的变化有关系 对对对对 为什么日本人找我们去做定制羽场 找阿美族人去专门去维护定制羽场 嗯嗯 这个中间的链接 当然还有文化上一些说辞 就是碑南族跟蓝羽其实很相近 嗯嗯 对他们确实曾经来到台东郭 蓝羽 对 我们的人确实真的 碑南族确实真的到蓝羽去 怎么去的 曾经去过蓝羽然后再回来 这样子 没有就去加到那边 哦 啊这个都有名字记载 这是谁去的 嗯 然后谁做的这些事情 就是都有记载 就代表在还没有文献记载的那个时候 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过 嗯 那我们再往更外围推 蓝羽去到巴丹岛 巴丹岛跟他们可以直接对话 对 对 啊我又在菲律宾待过 他们用的词我基本上可以听得懂一些 嗯嗯 那那个词完全一样 就南岛民族 就是达嘎罗是很将近的 对 那你就会想说 在更古早的那个以前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民主是不是其实都是彼此是互相认识的 嗯嗯 就是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就迁徙定居 然后就落脚到这边 发展出另外一种样嘛 嗯嗯嗯 就是想把这个关系谈论出来啦 那我也觉得说 台湾原住民族 处境是 基本上是相同的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 同样的国家 及其同样的殖民历史 对 但是我们 在这个状态下 我们要 应该一起去发生 那同时也要去把 我们差异的文化 嗯 表现出来 对 这是我们当代面对的一个难题 对对对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一起做梦啦 所以这个展览就是这样子去 去发生的 嗯嗯 嗯嗯 了解 非常 嗯 嗯 蛮蛮小的一个展览啦 但是就是 我们跟蓝宇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 也许我们之后就可以划船到那边 嗯嗯 对 好的 欸最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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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点点 好 对因为其实也是 昨天才听到的一个事情 对 是 就是你你你讲的 哦家务啊 对对对因为其实坦白讲 我们今天在这边 嗯 就是这这其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而且 也不确定之后会不会再有 嗯 对原因是因为就是 呃就是 其实这个这个家务盖好之后 对 豪义其实呃有开始收到就是县政府 那边的一个违法的一个罚款 对就极有可能要要开罚 对对对对 对因为他这整个这整个原因 其实因为虽然说这个这片土地是豪义的母亲所有 那现在其实是好意继承嘛 对对 可是事实上 在这片农地上面 即便是你要用你自己的意思去盖一栋建物 其实都需要经过就是层层的国家法令的 比如说这个建物要有建造 对然后或者是说呃这个这个建物本身的结构可能要符合某一种建筑法规 嗯 比如说他可能要有钢骨他可能是要建筑是测量过 他才会被被合法 对对所以其实坦白讲好意好意的这个家务 其实在未来他其实是有面临一个就是直接跟这个对 国家国家体制有有一个冲突的一个嗯 一个危机存在嗯 对 这边这边可以最后讲一下 好对 就是我前阵子就收到县政府违反农地使用的情势的通知 违反农地使用 对嗯 那基本上就是不能随便的这样盖房子 对对农你要嘛就是盖农业制裁室要嘛就盖温室要嘛就盖农舍 对不能用农舍名义去 农舍有农舍的限制啊我可以我其实有去申请农业制裁室一开始 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也没有水泥应该没有关系这样 反正后来反正我后来就收到他们发这个通知就觉得莫名其妙 对但是我没有想到来的这么快嗯 啊我一接到其实我就是考验的 发现说我要开始面对一些 复杂的程序法的认识 对我要开始知道这个法应该怎么做 这个法应该怎么做 那我就开始很头痛 对对 因为 就是要念那东西其实真的很 你用文化上的这个理解的话 你会知道说我们的家屋旁边就是我们的农田 政府来台之后把这会化为农地建地 对元宝地 这是你们的意思 你们的法律 我们今天用文化的角度去做这个房子 我也不是用现代的方式去做 对但是我们却遭受现代的这个法律的制裁 我就觉得很心痛啦 但是我也不得不面对法律这个路径要走 对对对对 对因为这整个官僚系统非常的庞大 对对 那我就是给自己设定两条路嘛 要么就是符合法规要么就是裁掉 嗯 对要么最后一条比较难走就是抗争到底 对对 因为我才知道原来我是第一个碰触 台东县没有人做这件事情 碰触这个 因为这个传统建筑 而碰触这个法律问题的人 嗯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 对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协商啊 要打通各多不一样的部会 去来让他们去理解这件事情 但很多人其实来关心啦 对 通常文化部啊 或是台东的美学馆啊 是 圆明处也都有关心 地方的代表也都有关心 那就是希望说 至少我们 我是第一个我可以知道这些 法律的由来 在未来可以让更多人可以 如果他们想要再做这样子 对 他们可以怎么做 他可以怎么做 可以规避掉这些 不需要碰 因为说实在 大部分人都不是念法律的啦 你稍微念过一些书 你才有办法去进入到这个法律的世界 去读懂他到底在讲什么 对 老人家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对啊 所以我们 我们有读过书就是尽量去理解 然后去分析 到底怎么走会比较方便 对 然后新的办法 可能在未来又要再实施了 国土计划法要进来 在未来是不是更加困难重重 立委 原住民立委这边是不是可以在 原基法的落实上 可以 把这块保护进去 或是文化资产保护的 可不可以新增一个 在建设传统建筑 对 或者是在学术研究上 把阿美族的家屋定义的更清晰 嗯 对 因为我们这个是比较容易损坏的房子嘛 那这条路就 其实我是觉得要嘛就 就拆掉也没有关系啦 至少 我们走过这条路 阿我刚刚其实 我其实释怀了 就觉得说 我已经会盖了 阿我们也经历过这个时间 觉得已经很有意义了 接下来我就是把这些植物种回来 然后这些东西还有机会再 再盖一间家屋起来 在某个地方再 再盖起来 或是把这个家屋送给哪一个学校 对 可以找这个方法 或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案这样子 送给学校听起来很棒 对阿 所以 就至少不会让我自己在这么处在这么 情绪低落的状态啦 嗯嗯嗯 对 这个就是未来可能会 要走的路 比较 比较麻烦的路 嗯 对 对 大概是 介绍到这样子 好 好 好 感谢大家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 嗯 有机会来 加入这边 或许我们接下来 如果这边还有办什么活动 我们可以再来参加 好 自己来参加 对对对 嗯嗯嗯 好 谢谢 谢谢 有机会 不知道 对啊 对 你本来知道你今天来就知道吗 对对对 我就知道 因为所以我也想说趁这个机会可以去 稍微让这件事情 可以被 被形成一种讨论或关注 那 那我们可能稍微要写一点介绍 然后最后 再把这个 链子再 再重新复后一支 就可以付这个消息 嗯嗯嗯 没有我们不是要去抗争或什么 但是 如果 希望大家要关注到 对对对对 就是 盖了盖了这件事情 它本身 可能不只是 武方上的意义 它会 碰触到一些 对啊 直接就是冲撞到 对啊 就是就算你没有要冲撞它 它就觉得你来冲撞它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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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内容还可以 不是 这到底是谁啊 我都没冲 那我已经去抗争 你在抗争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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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